毛根通常指的是茅草的根部 也称为茅草根、茅草精根 茅草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其根部在中医中被广泛应用于药用 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以下是有关毛根的一些相关信息 药用价值 毛根在中医药中被用作药材 主要用于清热解毒、沥水消肿、通力小便的功效 它被认为对于患有膀胱炎 肾炎、尿道炎等尿路感染疾病有一定的疗效 此外,毛根也被用于治疗腹泻 利剂等消化系统疾病 外观特征 毛根呈浅黄色至深棕色 外观呈结结状 表面多有细小的根毛、质地纤维状 毛根的形状和大小会因植物生长条件 以及收获时期而有所不同 使用方法 一般来说毛根可以前造后切片或切碎 然后用于煎煮成药汤 泡茶或者用于中药配方中 有时也会将新鲜的毛根直接使用 保存方法 毛根应存放在阴凉、通风、前灶的地方 避免阳光直射和潮湿 以免影响其质量 前灶后的毛根可保存较长时间 注意事项 在使用毛根作为药材时 应注意适量使用 并遵循医生或中医师的建议 对于孕妇、哺乳妻妻妇女和儿童 应谨慎使用毛根 最好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总的来说 毛根作为一种中药药材 在中医药学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但在使用时应注意用量和方法 避免出现不良反应